这两天有很多粉丝老铁们问我 为啥不去成都车展 问我去不去 我为什么要去 每个人做事都有目的 你说我去干啥 像那帮车片人去了 我拍拍新车 给老铁们摸福利 让那个什么所谓的消费者 看看哪个车好 积累一下自己的素材 去了多拍点 库存没事发 还有的是受这个厂家邀请 是不是 可能是有一些费用来货路费啥的 去给人做宣传的 在我这都不存在 我也是接了很多的交情函 就包括之前的很多车展也是 但我为什么要去 去干啥去 拍作品 我创作能力非常强大 我一天创作30个 这种长视频 真正处境没有问题 那现在热点不有的是吗 有流量的 你看 那个日本那个河湖水 排海这个 危害全人类的 这不就很大个热点吗 在一个这个 俄屋那边 那个普里格人呢 是谁 掉下来没了 这不全都是这个热点吗 不一定非得用缩车来赚流量 某些车评人 他这个没有创作能力啊 就某些啊 个别的啊 就是说的意思 可能是有的是为了赚点钱啥的 去了就拍广告 那这个都是尊重啊 这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但我没有必要去啊 另外我还跟特斯拉打官生挺忙的 就算我闲的没事 我也不想去 我走那么老远 跋山射水的 要不开车 要不坐飞机 要不坐火车 我还得上来就为了拍两个视频 有什么意义啊 我想找素材的网上不有的事吗 现场有什么用啊 还有人说 啊你为了消费者 帮消费者选好车 给你的粉丝谋福利 你纯属放屁啊 粉丝喜欢我的 不会挑我这件事 还有所谓的消费者 滚毒的 我没看到谁是消费者 没有人在我这买车 听懂吗 买在我这买不买车都无所谓的事 我也不能给你邮会 不能给你炸地的 你也别找我 不像某些车评人 打着为消费者谋福利旗号 我帮你解决问题 我帮你选车 都是扯王吧 毒的 根本我们就负不了那么大的责任 别把自己神化了 所谓的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 就是绑架消费者 然后忽悠这些粉丝 不就是想要流量吗 要涨粉吗 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直接说呗 整的那么野会干啥呀 对不对 我是唯一一个敢得罪所有厂家 听清楚啊 是所有汽车厂家 明白吗 所有啊 包括一切啊 也包括比亚迪 我都当他们是个屁 明白吗 我只不过是个比亚迪车主 我认为国产车好 我宣传国产车 因为国产车真的好 就这么回事 还有什么消费者 根本就不存在 这人 跟哪里消费者 扯什么蛋呢 还有一些什么车聘人 他们有他们的特长 我有我的特长 所以说呢 我不只是成都不去啊 未来的这些 我也有可能都不去 我在家就可以了 对不对 没有必要去 整个老远 拍那两个破玩意 还不一定是真实的 你们拍完了之后 上网一找 我不就有素材了吗 这是高手 Pull uno 都ively 坚持人